嗨,你好,我是托马斯,今年43岁,我和我的妻子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住在德国慕尼黑,我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我与我的父母和住在附近的哥哥的关系也很好,除了一些非常轻微的小病,我一直都很健康。 不幸的是,大约在两年前,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然间我感到非常地难过,不安和烦躁,无缘无故地陷入绝望之中,我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这让我的日子无法忍受,就连与家人之间最普通的互动也变成了巨大的问题。 尤其在晚上我尤其痛苦,我经常在很早就醒来,无法再入睡,我会无休止地忧虑和纠结很多事情,我经常感到疲惫和无精打采,即使是好消息,也不能让我开心起来。 后来,在妻子的催促下,我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这才发现原来我得了抑郁症。 医生向我解释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 可惜的是,这些疗法需要数周才能见效。 对于一部分的抑郁症患者,药物和心理治疗甚至没有显著的疗效,而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情况。 在多次尝试了药物和心理治疗之后,我的症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我完全被抑郁所笼罩,毫无快乐感,感到空虚。 自那时起,抑郁症像魔鬼一样伴随着我。 后来,我又去看了精神科医生。 当他意识到我的情况有多严重时,他建议加强治疗强度。 他第一次提到电修科疗法。 我以前从未听受过这种疗法,所以我想要更进一步地了解它。 精神科医生解释说,电修科疗法是一种现代化,经过科学实验验证的非常有效的医疗措施。 患者需要接受多次的治疗。 每次治疗都是在医院非常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的。 持续大约15分钟。 在精神科医师和麻醉师的协作下,患者接受了一种短效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 入睡后,通过安置在头皮上的电击,对头部进行数秒钟的短暂电刺激,导致大脑发生全面性的电线发作。 而由于肌肉松弛剂的作用,身体的肌肉不会收缩。 大约一分钟之后,大脑会自动中止癫痫发作。 几分钟后,病人就会苏醒过来,被带回病房。 正常地吃完早餐,然后与其他患者一起参加日常活动。 每次电修课治疗之间,会间隔几天的时间。 在得到数次电修课治疗之后,患者的抑郁的症状会明显改善,甚至完全消失。 根据医生的说法,虽然电修课治疗对很多患者都有效, 但就像任何其他的药物和心理治疗一样,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患者。 老实说,第一次听到电修课治疗时,我感到非常地震惊和害怕, 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自相矛盾的。 在我眼中,癫痫发作是一种疾病的症状,而不是一种治疗方法。 然而,科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却认为, 在医学中,一些表面上看似有害的措施, 在安全和受控制的条件下,是很可能具有治愈效果的。 比如,睡眠剥夺疗法,治疗抑郁症, 或使用有毒的草药毛地黄治疗躯体疾病。 同样,如果在受控并且安全的条件下, 引发脑部全面性的癫痫发作, 这会对患病者的脑部组织产生积极的治疗效应。 我还被告知,电修课疗法对于抑郁症状的改善, 其实并不是由于电机本身, 而是由于大脑癫症发作导致的。 科学研究表明, 全面性癫症发作会促使大脑释放各种生长因子, 从而刺激神经组织的再生, 以及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 这就会使之前在疾病过程中萎缩的大脑区域得以恢复。 这样,它们就能重新发挥原有的功能。 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脑的癫症发作会导致抑郁症状的改善。 而电流只是用一种安全的, 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方式去引发大脑的癫症。 这种通过电修科疗法促进脑部结构和功能的恢复, 提供了改善抑郁症状的生物学基础。 除了电修科疗法之外, 学会培养新的积极的体验和认知模式, 去慢慢地取代抑郁症期间感受到的负面思维模式也非常重要。 因此, 为了确保治疗的疗效, 接受电修科治疗的患者也需要与其他患者一样, 同时接受其他的治疗, 比如心理治疗、 职业治疗、 社会工作和药物治疗等等。 虽然这一切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我仍然担心电修科治疗潜在的副作用。 不过, 科学家和精神科医生认为, 电修科治疗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治疗方式, 它的副作用相当温和。 当然, 这并不是说这种治疗完全没有副作用。 因此, 在做决定前, 我们需要权衡抑郁症带来的痛苦, 以及电修科治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大约每三万次电修科治疗中, 只会有一次治疗会引起严重到危机生命的并发症, 这大致相当于在一次普通手术中短暂麻醉所带来的风险。 一些患者在治疗期间会出现暂时的学习和记忆力上面的困难。 这听上去有点可怕。 但医生告诉我, 首先, 科学实验研究表明, 当电修科疗法起效时, 它实际上会改善患者的认知和思维水平, 而认知障碍属于常见的抑郁症的症状。 第二, 这些副作用通常会在几天或者几周内消退,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所以, 关于电修科疗法会导致我们完全失去记忆的说法是一个谣言。 第三, 科学实验研究没有找到任何与电修科疗法会导致脑部组织受损的证据。 相反, 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电修科治疗能够增加脑部组织。 电修科治疗的另一个令人安心的点是, 当病人感受到副作用时, 精神科医生可以尝试调整电修科治疗中的一些治疗参数来减少副作用。 在仔细权衡了当前抑郁症给我带来的痛苦和电修科治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之后, 我对电修科治疗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了。 但我仍然想知道通过电修科治疗改善抑郁症的症状的几率, 有多大。 精神科医生告诉我, 对于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也没有明显改善抑郁症状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 有50%到90%的患者在接受电修科治疗后, 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是完美的, 但这似乎比改变药物的方法更加的可取。 我意识到, 对于很难治疗的重度抑郁症, 电修科治疗是最有效的选择之一。 它可以迅速地改善抑郁症状, 但改善的几率取决于抑郁症已经持续的时间, 和患者接受过多少药物治疗等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 及时地通过可靠的渠道, 去了解有关电修科治疗的信息尤为重要。 这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地做出正确的治疗选择, 早日恢复健康。 精神科医生深思熟虑地解释, 让我感到非常地安心, 并给了我新的希望。 在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之后, 我决定在医院接受电修科治疗。 在第一次治疗之前, 我非常地紧张。 护士把我带到了治疗室, 那里有一位麻醉师和一位精神科医生在等待着我。 接着, 医生在我的左手扎上了静脉针, 之后布置了各种用于监测我的生理状态的仪器。 精神科医生仔细并且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治疗的每一个步骤。 我戴着面罩吸氧后, 感到昏昏欲睡。 然后就进入了深度睡眠的状态。 当我醒来睁开眼睛后, 我认出了医生和护士。 过了二十分钟后, 我被带回了病房。 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疼痛, 反而感到很平静。 休息了一会儿后, 我又像往常一样继续参加病房里的日常治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习惯了这个过程。 在接受电修课治疗前, 也不会再感到紧张了。 在两周之内, 我接受了六次治疗之后, 我的妻子惊讶地问我, 是否感觉到抑郁的症状有所改善, 因为她察觉到我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几天后, 当孩子们突然来我家时,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这带给了我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希望。 渐渐地, 我发现自己能够慢慢地享受和专注生活中的各种小事, 比如美食和家人以及朋友的陪伴。 几周的住院治疗之后, 我进行了一次几个小时的试住家访。 虽然我只在家里待了几个小时, 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因为这让我回忆起了那些重度抑郁70的空虚 以及难以忍受的消极想法。 我花了几个月, 经过多次的尝试后, 才克服了这种恐惧感。 在接受了总共11次的电修课治疗之后, 我感觉到了抑郁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我终于出院了。 在出院前, 我被医生提醒说, 抑郁症可能会复发。 我被告知, 尤其是接受电修课治疗的患者, 在接受电修课治疗前, 通常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中毒抑郁期, 这就导致接受电修课治疗的患者 有比较高的复发风险。 不过, 抗抑郁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以及维持性电修课治疗 可以有效地降低抑郁症的复发风险。 维持性电修课治疗 在避免突然停止电修课治疗后 所带来的复发风险上尤其有效。 我选择了接受维持性电修课治疗, 这意味着在出院后的半年内, 我依然以每隔几周的频率 来医院接受典修课治疗。 每两次治疗之间的时间间隔会逐渐延长, 这有助于稳定我的病情 和预防抑郁症的复发。 时间过得很快, 我出院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我终于感觉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 我慢慢地开始回到工作岗位, 也经常约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我终于又能够重新享受 和家人们在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了。 作为一个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的 重度抑郁症患者, 我想对其他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说, 即使长期的药物和心理治疗 没有改善你们的抑郁症状, 你们也请一定不要放弃治疗。 我很庆幸我接受了电修课治疗, 我也会推荐这种治疗方法 给其他和我类似状况的患者。 与此同时, 我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也很幸运, 因为我知道, 就像任何其他医疗措施一样, 电修课治疗并不是一个 保证百分之百成功的万能疗法。 其次, 我还了解到, 电修课疗法也可以用于治疗 其他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 比如精神分裂症, 或者是躁郁症等等。 作为一种现代的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 电修课治疗不仅帮助我, 也帮助了很多其他人 克服了抑郁症。 这种非常有效并且安全的治疗方法 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 它的副作用, 和抑郁症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痛苦相比, 是比较轻的。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电修课治疗, 请询问你的精神科医生。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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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